我们继续聊前列腺癌的诊断 影像学诊断 那么我们今天聊的是核磁检查 核磁超生还有CT被誉为 医学影像学的三驾马车 就说明它对我们医学影像学 医学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核磁我们在前列腺癌当中的应用 是很广泛的 特别是在分期当中 就是前列腺癌的TNM分期 就是这个肿瘤有多大 从总体来看它有多大 侵犯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周围的零八节的转移 核磁在这方面 就是分期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CT其实跟核磁相比的话 它都各有优势 但是在前列腺癌当中 核磁用的更广泛 那CT我们以后就不介绍了 因为CT现在在前列腺癌整段方面 没有核磁展现的优势这么大 这可能和CT的成像原理有关系 因为CT它是利用这个射线 穿透不同的组织的时候 组织对它的吸收程度不同 然后利用这种不同 它来去成像 然后再用计算机计算 这个断层展现出来的 像核磁它有可能 就是本身这种癌组织 跟正常组织吸收这种射线的能力 可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就导致了CT去诊断前列腺癌 它的优势并不那么明显 那么核磁在这方面是很有优势的 因为核磁它对软组织的成像是特别好的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就今天来介绍一下 核磁成像的一些原理 以及它在前列腺癌中的应用 那第一个呢 就是既然我们要说到这个核磁共振成像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核磁和共振 先介绍一下共振吧 这个共振呢 在无论是在微观世界呢 还是在宏观世界 都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宏观世界 在美国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 就是一个大桥呢 因为共振发生了坍塌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桥 它本身呢 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固有频率 固有的振动频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外面的这个风啊 和这个桥的固有频率呢 它是一样的 因此呢 就导致这个桥呢 它发生了这种共振 所以它的政府呢 共振之后这个振幅呢 是很大的 而这个共振之后的振幅呢 它超过了这个桥所能承受的范围 因此呢这个桥它就发生了坍塌 还有呢就是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人 这个对着这个杯子去吼叫 把这个杯子给震碎了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杯子 它本身呢 它也是有一个振动频率的 只不过这个频率 我们自己呢是看不到的 然后你给它这个人的这个声音呢 它也是有这个声波频率的 然后这个频率如果说 等于这个杯子的这个振动频率 或者接近怎么样的 那么就会让这个杯子呢 产生共振 那这个杯子共振以后呢 它的这个振幅超过杯子 所能承受的压力 那么这个杯子就会被震碎 所以这就是在宏观上 那微观上呢 这种共振现象呢 也是存在的啊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跟这个跟这个字字啊 这个微观粒子的 这个振动频率呢 是相似的 那这个后面呢 我们会详细的说 就是说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共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核磁 核磁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理解就是 原子核具有磁性 具有这种磁性 就是这个核磁 就是一种具有磁性的一种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子核呀 它是有这个 往往很多原子核 它是有质旋的 它只要有这个质旋呢 它就会产生这个磁性 那我们就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子核呢 看成一个小磁针 那这个小磁针呢 是吧 它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磁针 如果说你 在没有外地的干扰下 它一般都会指南或指北 是吧 它不会指东西 就是因为它受到地磁场的影响 它就会这样 那这个时候你在外面 如果说你拿一个大的磁铁 再靠近它 就会改变它的方向 就是谁强 它跟着谁 那么这就是核磁啊 核磁就是说这个原子核呢 具有一定的磁性 展现出磁性 那么知道这两个以后呢 我们就讲核磁共振 成像的原理啊 核磁共振 它核磁共振的成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这里呢 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介绍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些 可能容易理解的原理啊 就是帮着大家理解而已 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很多像量子力学啊 我也看不懂 所以说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那这个核磁共振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人体当中呢 我们知道人体当中有很多的 也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啊 各种分子啊 那其中比较多的呢 就是这个水啊 水是什么呢 水其实不就是HRO嘛 对不对 HRO的话就是一个两个氢 那这个氢质子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和核磁 它具有自旋 所以它具有核磁现象 那这个核磁现象的话 我们这个核磁共振呢 就是利用这种氢质子 氢质子 氢质子它就具有这种核磁现象 就是它自己会自旋 自旋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人体当中呢 人体里面这么多的组织 想象成有很多的这个氢质子组成 那很多氢质子呢 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小磁针 就是每个氢质子 我们想象成一个 这种小磁针是吧 那既然这么多小磁针 这个氢质呢 又具有磁性 为什么人体不展现出 在自然状态下 不出现这种磁性呢 就是因为这些氢质子 它的排列顺序呢 是杂乱无章的 那有的往这个方向 有的往这个方向 有的往这个方向 有的往那个方向 最后呢 它就抵消了 抵消了以后呢 所以我呢 就像现在像我一样 所以呢 我没有受到低磁针的影响 因为我身体内的这个磁性 总体来说 已经被抵消了 很弱 所以说这就是 但是呢 核磁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假如说 我现在去做核磁共振检查 对不对 那么我躺到这个机器里面以后呢 这个机器会对我 加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 那么这个磁场呢 我们就给它有一个方向 比如说这个磁场的方向呢 就是往上的 三维空间是往上的 那加了一个方向以后 你这么多小磁针是不是 都会受到这个磁场的影响 那么受到这个磁场影响呢 大部分的这个自然状态下的这个 轻磁子呢 它能积状态是比较低的 能积状态比较低呢 它就容易这个墙头草 随风倒是吧 然后它就会受到这个磁场影响之后 它的这个磁场的方向呢 就小磁针的磁场方向呢 就会顺着这个 这个外加的这个磁场方向啊 所以这些磁场方向呢 就是往上啊 但是呢大部分是往上 我们说的是大部分 因为总这个微观世界就很奇怪 就很难解释 有一些小磁场呢 就是小磁子呢 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相反的 但是这种这一部分呢 就很少 就是这种 往上的 减去往下的 它总体呢 还是往上的 就是说它和这个 外加的这个墙磁场的方向 是一样的 在机器当中都是往上的 是吧 那么我们这时候为了便于理解呢 我们画一个轴 就假如说这是一个 字 这是一个轻磁子 是吧 那这是Z轴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呢是 Y轴 然后这个呢是 应该往这个方向去画 然后呢这个是X轴 就是一个空间的嘛 是吧 那这个小质子呢 它如果说我们给它 加一个向上的磁场以后 那总体来看啊 这些质子 比如说这一块肉 这么有一块肉 那这块肉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水分 是吧 也有很多的像这个 碳氢的一些化合物 那这些碳氢化合物也好 或者水分也好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质子 那这些质子的总体 被加了磁场以后 它的磁性呢 总体就是向上的 就相当于这个 这一种 是吧 向上的 向上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观察 就是其中一个质子的话 它会有一些旋转的 它的旋转方向呢 就类似于一个陀螺 我们知道陀螺怎么转的 首先陀螺它要自己转 对不对 陀螺是要自己转的 然后自己转的话 它还会东倒西歪 是吧 然后围绕着一个轴去转 那就这个轴呢 就相当于这个外加磁场的这个轴 所以它就这样转 就是微观的去看某一个质子 它就是这样转 自己转再加上这个轴转 那这个过程呢 这个转的方向呢 和这个频率呢 它这个转动呢 就叫进动 这个过程叫进动 那这个进动呢 它是有一个频率的 它是有一个频率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垂直于这些东西 这个派肉呢 就是这个 就是外加磁场的方向呢 就是90度 再加一个磁场 再加一个磁场脉冲 再加一个磁场脉冲 如果说这个磁场的脉冲的频率 频率 它等于这个质子进动的频率 那么这个 这些质子呢 就会产生什么 共振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共振形象 所以说就是核磁共振吧 连到一起了 这个核磁 首先这个核呢 它具有磁性 然后外加磁场以后呢 它整齐排列 排列之后呢 排列之后 它有一个进动吧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再加一个外加磁场 跟这个进动频率一样 所以这些质子呢 它就会产生这个共振现象 那产生共振现象以后呢 它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它原本这个 因为加了这个磁场 所以说原本有些这个质子呢 它会吸收一部分能量 吸收了能量以后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质子呢 它就会从低能胎呢 变成高能胎 变成高能胎的话 我们前面也说过 高能胎的质子呢 它的 它这个磁场方向呢 跟这个 外加磁场相反的 也就要向下 所以它原本是这样转的啊 然后慢慢呢 它就是要下来 要下来 这样转啊 这样转的话呢 那就有一部分的向上磁场呢 就慢慢会被抵消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块肉呢 它的总磁场在垂直方向 本来是 外加磁场是像这样的 然后你加了一个 这个脉冲以后呢 就是外加磁场 就是以后呢 它这个垂直方向呢 慢慢就会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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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弱到什么时候呢 减弱到垂直方向为零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 它的总磁场呢 就没了 对不对 没了以后呢 其实呢 它我们前面说过 它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转的方式 所以它现在有可能就变成这样转了 变成水平的这样转 所以呢 它虽然上面为零了 但是它会产生一个水平方向的一个持分量 就是这个量 水平方向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XY轴这个层面上 它会形成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再转 然后这上面的这个Z轴呢 就没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平衡状态 就是Z轴为零的平衡状态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把外加磁场给它去掉 把这个磁场给它去掉 关掉 关掉以后呢 那么这块肉里面的 这些质子怎么变化呢 由于这个没有外充能量呢 它是不是要回到原来的这种低能状态 大多数的这些质子 要回到之前的低能状态 那它回到低能状态 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继续呢 返回这个Z轴 Z轴的能量本来 磁场方向是向上的 是吧 现在变零 所以说它要继续回复 回复到上面 那这回复到上面 它是不是有一个时间 它需要时间对不对 那这个时间呢 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迟域 迟域 那这个迟域的时间呢 就叫T1 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字 叫T1 所以我们所说的 这个T1 核磁的T1加全 那个T1指的就是这个T 就是它的迟域时间 但是在过这个过程当中 它也会释放出一些电信号 或者怎么样的 那我们把这些信号收集起来 然后呢 收集好的以后呢 再用计算机复杂的计算方式 给它做一个灰阶的成像 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T1 那么在水平方向也是一样的 水平方向本来它是 它是没有的 对不对 没有的 然后由于外加市场以后呢 它变成就是有一个分量 那你现在外加市场停了 这个分量是不是要退回去 退回去这个过程呢 它就会也叫迟域过程 这个迟域过程呢 就是T1 所以我们说的T1加权 T2加权 那个T指的就是它 加权是指就是要倾向于它 就是为了突出它嘛 做了一些调整 那这个T1T2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持育时间 持育时间它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释放出信号 那我们把这个信号收集起来 用这个电脑呢 去给它合成 计算呀 合成呢 那就会形成这种灰阶的图像 那么这个灰阶的图像呢 就像当于我们拍的片子 看到这个人的前列线的这个形状 就会给你模拟出来 那模拟出来以后呢 由于这块这个正常的前列线组织 跟这个前列线癌 它这个持育时间的T1T2不同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含质值量呢 是不同的 那不同的话 那它就会呈现 这个不同的灰阶图像 所以利用这个呢 我们就发现 可以发现正常前列线 里面的一些异常 就可以提高前列线癌的诊断率 所以这个呢 就是核磁检查前列线癌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原理 所以核磁呢 它有什么优势呢 它对于这些软组织 软组织就是 可能含水量的 含水量比较多的软组织呢 它的成像效果呢 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就是核磁成像的 大致的一些基本原理 当然这里面的过程很复杂 有些过程我也很难去理解 我呢 只能就简单的大致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核磁的优势在哪里呢 其实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看出它的优势在哪 就是它不像X色线一样 它没有辐射 所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 它对软组织成像好 也是它的优势 比如说前列线癌 前列线癌呢 用核磁去检查 效果还是可以的 这是它的优势 那这个核磁的劣势在哪里呢 劣势就是因为 首先它是这样 首先就是说 我们有外加的这个频率 脉冲呢 它要反反复复的 不像我说的这样 就是搞一次 它不是搞一次 它为了更好的成像 或者怎么样分析 它反复很多次 所以这种时候呢 就需要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往往做核磁呢 一般来说20分钟以上 有些这个要求比较高一点的 可能在20到半个小时 短的话也在十几分钟 所以做一个核磁时间比较长 那时间比较长 在医院当中的应用呢 就会受到限制 比如说急诊患者 那这个人我们要很快的去给他拍个片子 那你选核磁就不太合适 就选CT比较好 因为CT很快 是吧 这是它的劣势 还有呢就是这个核磁呢 它要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去做 还有噪声 所以很多人呢 有这种密闭什么空间症的人呢 他就不能做 做的话 他这个会加重他的精神症状吧 这是他的劣势 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啊 就做核磁身体内 你是首先你不能携带一些金属物品 就有磁性的金属物品进入这个核磁检查室了 这是其他呢 你的身体内没有有一些磁性的移植物 比如说有些人 他有这个人工耳窝呀 或者心当起泊器呀 或者自患的老式的这种 关节啊 可能他有一些的磁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做这个检查 因为有他会发热 在强磁上的作用下 他可能会发热 对人体是有损伤的 所以这就是核磁检查前列腺癌的一些原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意见的话 都可以留言讨论 谢谢